其租来的单车上路不再只有台北或是高雄市民的专属享受了 台中捷运BRT蓝线施工在即 同步也规划了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 台北单车叫做U-Bag 而台中的单车即将以I-Bag线这个来登场 而未来两年内将会陆续增设60站 政策还没有上路 而民众的反应是先普及再说 只有台北才有 U-Bag不但是台北人专属的福利在台中也即将登场 而且是跟BRT蓝线有关系 台中捷运施工BRT蓝线将先从台中火车站到潮马转运站之间试办公用脚踏车 向左右延伸两公里设站 七月底前先设置两站 年底之前达成20站 两年之内要追加到60个租用点 台中的公用自行车租赁系统叫I-Bag 前半个小时提供免费体验 在后半个小时之后才会开始收费 目前地方政府提供民众租用的脚踏车 台北市新北市高雄市都陆续规划建制 彰化也有 接下来台中也将登场 同样都是脚踏车 台北新北和彰化的脚踏车叫U-Bag长这样 高雄则是City Bike 以绿色色系为主 台中叫做I-Bag 外形还在保命中 这个在环保方面也是很好 然后就有更多的休闲人可以参与这样 除非这个什么I-Bag 到处都有的话也许可以考虑一下 公用脚踏车出租台中版的I-Bag 还没亮相 使用者的期待并不只是车辆外形 车辆是否能够普及 也是关键 记者陈广瑞张俊诺在台中的采访不到